大家好,我是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谈的是关于如何去稳定我们账户的一个质量度 也就是说在后期的一段时间中 我们会围绕着我们的质量度与账户 它的一个优化方法来讲解 我们看一下在新老账户质量度它是如何去判断的 这里面有几个点 稳定的账户的话 肯定要好于不稳定的账户 一把这一块的话一把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账户 打开在我们的推广后台这个位置 如果你的账户的话经常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在数据报告里面 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你的账户报告 或者是说你的所有的数据报告 这里面是不是有数据概括 这些数据经常产生一个像这种形式 像这种形式 你可想而知 它的一个稳定性 是不是比较差 对不对 那么我看到有一些账户就出现像我 画的这个折卸图的那种 有一些的话就做得非常优秀 它是基本成一个像这种形式 它整体的话是一个像这种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 像这种的话肯定是 它的质量度判断上面就会比较优秀 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经常关注我们账户的数据 账户的数据 它的一个波动情况 波动情况 第二点 第二点 老账户要优于新账户 就像你是昨天才开的户 跟一些老账户去竞争 那么一些老账户的话 它是比较有一些数据库来去支撑的同时 它还要有一个账户的历史表现 因为在我们的质量度里面 有一个叫账户的历史表现 账户的历史表现 就是你投放的一个时间的长短 这个的话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你的这个账户的话 刚上线 就是昨天上线的 今天才开始产生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是没有点击率的 而且给你的这个质量度 是一个临时质量度 那么这个临时质量度的话 就是也许是一星 也许的话是八星 或许的话是七星 对不对 那么但是这些的话 都不是最终判断的一个正常质量度 质量度是在哪一块去查看呢 我们点开关键词 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 你看我这个账户的话 全部都是为一星 因为我们的状态的话 主要是一个没有被审核通过的一个情况 你看质量度的话在这块 如果它的得分 这个是一星 竞争它会有一个提示 看到了吗 来去判断你账户的质量度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账户的单元要好于新账户 新界的单元 假设在这里面 我的这几个有几个单元看到了吗 有这里有七 我看有这几个单元 五个单元 这几个的话是一个属于老账户的 我建立的历史比较长 那么这一个的质量度 肯定就是没有这几个的好 这能说是一个整体的数据 它不是一个绝对说是没有这个好的 有一些关键词的话肯定要优于 如果这里面出现关键词要优于 这里面关键词的质量度的话 点几率最终是影响我们的质量度的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老账户的计划要优移 那么经常去调整 这个推广计划也是会产生质量度的一个波动 所以我们在做质量度优化的时候 记住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 还要你的价格 因为就像三年的一个历史数据 肯定要优于 昨天开户的数据对吧 好还有什么呢 商户信誉 商户信誉 着陆页是不是能打开 还有一个是打开速度的话 这个是影响用户的体验 影响的是转化 如果你这个网站 我有时候在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些同行 在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出现一直一直的抓圈 一直的打不开 或者是说出现503502 等等等等类似的错误 这个是特别多 好我们可以用一个网站来测试 W点 这个网站你看看 抱歉 这个网站会没有办法去进行访问 像这种会出现这种的问题 还有一些出现是一个503的 所以像这种啊 就不要去出现错误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较高的点击率 这个是商户影响这些罗 点击率较高的点击率怎么去判断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关键词 在关键词成级 我们就可以看到点击 展现这个除以这个 然后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点击率 看到了吗 点击率 这一块比较高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质量度 一般情况下 都是除以偏高的一个情况下 来去判断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 稳定的账户结构 稳定的账户结构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账户的话 就是说一刚开始 新借账户的时候 后期的话 很少去大动干戈的去调整 大调 这个叫稳定账户 不去乱调 要调的话 是在自己有把握的情况下 去有效 有计划 有目的性的去调整 我们新借这个推广计划 新借这个推广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页面是不是能够跟上 对吧 我们的单元怎么去计划 怎么去分配 我们不能说是任意的去调整 这样的话 对一个质量度会有影响 那么最终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钱 那么点击率的影响的话 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查看数据以外 它还有一个两个因素 一个是排名 一个是创意 创意撰写的话 它是有没有吸引力 你是否去增加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符号 一些数字 一些有吸引力的一些词语 对吧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排名 你的出价比较低 那么这个的话排名也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是在线时长的一个积累 那么有一些账户的话 它上线的时间比较长 在推广时段这一块 它是全部时间 那么像这些对次量度来说 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它主要影响是什么 它去干扰我们的这个账户的一个信誉 账户的一个历史表现 对吧 如果你的账户说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话 那么数据账户 然后百度来去判断 你这个的话就说 你这个就是不是用户体业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一直都是在讲这个用户体业 对吧 那么除了这些的话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有关PPT 这个时候 稳定质量度与这个账户的一个关系 一个关系 好嘞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会深度的去认识质量度 好 本次课程结束 下一节课程 再见